葉晨你在這裡你快救救我 潘小姐沒想到這麼快 我沒有進去 你的臉怎麼了 你不是演員就是客氣 我的臉 不是你的節奏嗎 胡說八道什麼 我什麼時候打過你 你別虛口噴人啊 葉晨我沒有打過他 你別相信他我真的沒有 你今天是不是來過這裡 我今天是來過這裡 但是我只是心情不好 過來發現一通 我真的沒有動手 我沒有打過他 葉晨你相信我 莫妮卡是美國來的貴客 卻屢次受到你的侮辱和毋打 唐宛如 你好歹也以江家人自居 今天這件事情 如果不能給莫妮卡一個交代 你讓我們江家怎麼混下去 葉晨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打他 你相信我 好了 我已經答應莫妮卡 讓你十倍償還 希望今天這件事情 能讓你收斂一點 別再給小湯抹黑 葉晨 怎麼了 肯定是他自己探的 他自己探自己人 很無限於我 葉晨 林川真的敢打我 你像什麼東西 布莫妮卡 還要 flatten 阿 壹超 裹露 恰聢 裹露 打完了 湯文叔 你慢慢给我等着 从前你给我 我全部都会加倍放坏 江总 唐小姐的女生 好下人啊 那你走了以后 他不会回来报复我吧 放心吧 在你腿上没有痊愈之前 我不会让他走出别墅一步 有我在 没有人会伤害你 医生 我是小唐的母亲 江总 我们先放开你 我的江总 那 这几天 这语气 这神态 不放 我这辈子都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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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记住我 我知道错了 医生 我可是小唐的妈妈呀 是啊江总 你这惩罚未免也太严重了吧 他好歹 也是你们江家继承人的母亲啊 小桃已经到了该独自面对一切的时候了 作为江家的继承人 他已经开始安排了很多课程 我自然能够照顾好他 你没事多读读书 修身养乡 免得换了江家的心愈 走吧 黄小姐 你现在能够留下来了吗 你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留下来 当然 为什么 我以为你知道原因 周思义 你真的不打算跟我说吗 江总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差点忘了检验报告 周思义 我看你这次还能怎么抵赖 江总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是他 数据部门对比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公司网络入侵的代码途径 和少爷电脑密码破译的路径 可以说 百分之九十九相思 对 世界上不可能有那么巧合的事情 他和思影那么像 他的儿子还继承了我的黑客天赋 一定是基因检测出了问题 上次周小北说要给小腾设计的武器 在哪儿 就在小少爷的电脑上 你来红玉已经两天了 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纰漏 而这次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出现过两次了 第一次 我在公众面前丢仇 是因为机场卫生间的视频被爆了特案 里面只有我和他们 第二次 公司机密文件外线 我们追踪去了小腾的幼儿园 却发现小腾的自己的电脑方位不太重 他宁愿挨打 也不愿意说出之前谁在他电脑包里面待过 而这个周小北 是他幼儿园里的唯一的朋友 这一切能道都只是小后话 可是 他才五岁多呀 是啊 他才五岁多 不过如果是我儿子的话 倒也说得过去 妈咪 我听说吃上补偿 我特意买了辣腿骨 坐这边 还是儿子好 那是 我是你的貂皮大衣 好好好 是妈咪的貂皮大衣 姨姨是妈咪的小天儿 妈咪 你老天爷好残忍呀 姨姨怎么那么可爱 是 还要他在医院里 医生说你虚无太多能力 但是女宝宝身在睡醒 女宝宝可能 可能没教育 我已经找到最好的医疗资源来给他训练 只要能找到尽情的身脏移植 宝宝还是会有救的 小一辰他明知道我回来的孩子 小一辰他明显好不愚意的你把我伤 是我不相信 有碎了一朵 我可能会 还是你因为太沉我 顺着 小一辰 我一定会让你转身 无论是你老婆 你放心吧 妈咪一定会去好你 出院了怎么也不说一声 不用着急上班 不劳将军之下 你休息几天了 听说你喜欢吃橘子 多吃点 大病出狱也需要不说一次 郑奶奶 您喜欢吃什么食物我给买几个汤 我喜欢吃橘子 怎么了 这也对橘子过敏很严重 哦 没事那我去品牌去找 姜总还是拿走吧 我现在不想吃 别那么严肃 我给你拨一拨 你不是过敏吗 你怎么知道我对橘子过敏 不好意思啊 我刚反应过来 你不是过敏吗 是姜总在这儿 他以为是青山 青山他对橘子过敏 但是 他也经常包橘子给我吃 看他一身黄着 我也就不吃 要是姜总方便的话 就包一个给我吧 好久没吃 有些再差 喜欢就多吃点 以后别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 姜亦辰 为什么你明明那样对我 让小北和依依从小就失去父亲 还害得依依一直待在医院里 我却还是会担心你 你的手红了 还是去看看你手 没关系 我再给你拨一个 够了 姜总 我说了我不吃 叫我名字 啊 叫我名字 我不习惯别人叫我姜总 可是我也不喜欢叫别人名字 那你一口一个青山算什么 你生生格外特别吗 你的脖子 什么意思 姜亦辰 你疯了 都这样了还笑 你有病吧 我想要睡觉 根本没忍住 为什么 为什么不按我的计划策 你现在这样做是想干什么 莫妮卡这些事 姜总 你怎么在这 姜总 你碰橘子了 来来 姜总不吃了 有这么严重 不如去世以后 在我山西过渡 就拨了一个橘子 然后就晕倒在客厅休克了 你飞 张医生 已经没什么大爱了 记得按时吃药 以后过敏的东西就不要再撞了 知道了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 我快不行了 张医生能不能更长一点 周小姐 你知道我公司 最近被黑客攻击了吗 你关我什么事情啊 而且我听说 姜总成亲的时候 也是令那些大佬头疼的黑客 怎么会被难住 当然没有把我难住 不过这个黑客的身份 有些特殊 特殊 能不成 是江总的情人 情人倒不是 不过是个孩子 还是个五岁的孩子 张总说笑了 一个五岁的孩子 是黑客 你给他 小北竟然会打代码 他果然遗传了江亦成的天赋 不对 难道 是他攻击的横宇集团 怎么很意外吗 你养了这个臭小子五年 难道不知道 他在这方面很有成就 不可能 好吧 你想做什么 我也不想做什么 你知道的 如果我把这些东西 给商业调查科 你说周小北 是什么样的结果 你不能这么做 小北他是你的 他是我的什么 你说吧 你到底要怎么做 请我告诉你 都到了这个地步 你还是不肯说什么 你让我放过他也不是不行 做我的情人 我就答应你 放了那个周小姐 周小姐你打人打伤你了 我还要提醒你 你别无选择 除非你不想救你的儿子 周小姐你打人打伤你了 我还要提醒你 你别无选择 周小姐你打人打伤你了 曼妃 你已被 去幼儿园接周小北 就说小唐想他了 没有我的命 谁也不许帮他离开 我听说少年管教所 最小的孩子也是十几岁 你说一个五岁的孩子 去了那儿 会怎么样 江亦诚 你真是不是人 你为什么 你不对我 我说过我看上你 我江亦诚看上的人 我不会放弃 周思雁我劝你识相点 不然的话 你知道我的为人 好 我答应你 我可不相信 你的片面之词 你说答应做我的女人 谁知道 我把臭小子放回去之后 你会不会带她跑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过一会儿 我会安排幼儿园所有师生 去一座孤岛做特训 为期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 你如果表现好 我自然会放她回家 小小他只是个五岁的孩子 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会去 江小唐也会去 老师全程跟随 担心什么 那么是不是江总 我住呢 跟我回家 你就不怕唐宛如呢 唐宛如只不过是借助 没什么需要经过她同意的 而且从现在开始 她再也不会出现在江家了 你赢了 江亦辰 你还是没有变 只不过这次 我会再终被啃出去的人 亦辰你不要看我 我没有打中私 又不是我看的 不是这件事 那是因为什么 是她 都是她对不对 是她调塞我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她会突然这么对我 唐宛如你该知道你的身份 你能留在江家 能够亲眼看见江小唐成长 根本不是因为我还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应该清楚 只是因为那个人 你这 别这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这样 你这 你这 我这太多被我二十 江湖 我这人来他们的利益 从今天开始 把她扔回唐家 如果你想不清楚 你在江家的地位 想不清楚 应该跟我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那就永远 别让她踏进江家大门 是 走 你这 想想想 想想想想 想想想想 还需要我呀 江小唐已经不想了 他能自立了 我江家的习首人 不能被你养成废 唐宛如你干行吗 是 江一诚 我帮你养孩子 帮你照顾这个家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就为了这个女人 你现在要把我赶出家门 江一诚 好宛如你 今天 要不就是他走 要不 我们大家一起走 哈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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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眼 叫救护车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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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神 我 我的眼神 四眼 四眼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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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眼神 我的眼神 江总 恒惠因为某些画面 临体的周小姐 不愉快的可以 所以可被困在这样的仇恨中 无法被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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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雨 这一次 让我来救赎你 江总 好宛如移交公安局了 移交了 甚至还有一些意外的发现 不重要的事情 现在不要说了 这件事情有可能关于周小姐 快说 快说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发现办公室有一段监控不像 被人删除了 我觉得特别可疑 就去恢复了一下 什么监控 之前 周小姐意外出车后 出院的时候 唐小姐来医院 调听的那一天 正好那天 唐小姐去过去办公室 偷换了一份文件 根据时间判断的话 应该是 基因检测报告 是的 我就知道一定是思雨 那么周小辈也是我的儿子 你先回去 我想一个人见见 是 思雨 我就知道是你 我一定不会再失去你第二次 小辈 我告诉你件事情 其实你是我的 老子 你是想说这个吗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虽然妈咪瞒着我 孔子叔也一直瞒着我 可我又不是傻子 妈咪这么多年来 一直在搜索你的消息 而且他对你的态度 我都看在眼里 这么聪明 果然是我儿子 既然你都知道 那为什么总是对我抱有敌意 拜托 你真的没有脑子 妈咪也都知道 为什么他对你也有敌意呢 当年是我做错了很多对不起他的措施 现在我想要挽回 你能帮帮我吗 你觉得 如果妈咪知道 我帮他的仇人 他会怎么想 伤害妈咪的事情 我绝对不敢 小北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五年前的那场火灾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会不知道吗 当年我派保镖 送你妈咪离开 我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可是半路却传来你妈咪和别的男人私奔的消息 更是一场大火 将所有的痕迹都烧没了 我妈咪也不可能跟别的男人私奔 我也不相信 这五年来我一直都在查 可无论是你妈咪还是当年的那个保镖都失踪了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一无所知 那你和妈咪搜过这事吗 你妈咪不信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可以帮你 但如果让我知道你骗了我 我也会让你付出代价 你知道的我有一个本事 思莹 医生说你不被噩梦折磨的时候 是能听到外界声音的 只是不能给予我回应 你不是一直好奇小唐的父亲吗 那我给你讲讲他父亲 其实我有个弟弟 他十八岁那年染了毒品 因为我父亲发现 让他戒毒 离开那帮小婚婚 他不听 父亲就将他逐出了家门 并且说 这辈子都不许他再回家家 可是那个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警察的线人 必须要对所有人保密 等我们知道这一切的时候 他已经被毒枭发现 洗手了 思莹 你知道吗 小唐其实是他的孩子 每次看到小北欺负小唐 我就仿佛看到我小时候欺负我弟弟 思莹 你快醒来 我们初心在一起好不好 邦总 有个叫李傅的人找你 他说知道了 等你活在这 您在哪 带我去 江总 真相就是这样 我是一时糊涂呀 当时唐小姐找到我 说只要我完成这件事情 他会帮我找到我家人 从小我在孤儿院 我就想知道我的身世 所以你就帮了他 把我妻子活活烧死 江总 我糊涂呀 这么多年我都在愧疚中度过 每到晚上 做梦我都会想起那场火 江总 对不起 江总 江总 够了 李傅 当年我把你从孤儿院里带出来 培养你 这么多年 江家也不曾亏待过你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很好 叶飞 把他交给公安局 让法律制裁他们 再见 妈咪 小贝 对不起啊 妈咪让你担心了 没事 江慧 你看着小北 我想出去走走 江总能陪我吗 好 思义 江总 请自重 思义 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是我的妻子 小北是我的儿子 你不要在我面前作戏了好吗 论作戏 没有人比得过你 五年前 你做的一首好戏 五年后 更是对我情深义重 你究竟是严给自己看 还是严格的看 江宁臣 经过这次的事情 我认识 我根本就没有过你了 思义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也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五年前没有 现在更不会有 你怎么就是不信我 相信你 你做为什么让我相信的事情 你究竟怎么才能相信我 好啊 如果你现在 如果你现在 能当着我的面 套心给我看 我就相信 好 你想看我就给你看 咱们 你 太大了 一辰 你 这么无论 你 好 不 你 你 你 我 是我寻过来的 你不要啊 思颖 我刚受了那么重的伤 你还被我这么狠心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 没事思颖 只要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什么事都没有了 就你嘴皮 之前的事情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五年前的那场大火 不是你派保镖走的吗 不是 唐宛如已经交代了 那个保镖也自首了 一切都是他们搞的鬼 原来 这一切都是我 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 依依在哪里 她得了什么病 都可以 她在哪里 怎么说 像这一样 柯婷 把它们变得了 我这就去做 你看看你 唐唐和你居然总裁 跟个舔狗似的 外面都说你一很无情 我是应该把你现在样子 拍下来放到网上 说什么呢小子 如果你以后遇到 你喜欢的那个人 你就知道你老爹我 为什么这么做了 从前做梦都渴望的这一天 终于要到来了 江亦诚 怎么样好看吗好美 谢谢你啊李诚 这次你小姐 你愿意嫁给面前的江亦诚先生 让他作为你的丈夫 与他在神社的婚姻中 共能生活 无论是疾病或健康 贫穷或富有 美貌或失色 顺利或失意 你都愿意爱他 安慰他 尊敬他 保护他 并愿意在你们的一生之中 对他永远忠心不变啊 不愿意 好看 你再加上 可以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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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太多了